民眾在新北三重路邊招計程車 上車說了目的地 問駕駛跳表要多少錢 以及有沒有電子收據 其實他是故意上車 因為發現雖然車輛外觀像小黃 有車頂燈和跳表機 但車牌是白底黑字 不是營業車輛 民眾也刻意套話 問駕駛是否是開計程車 這邊要走 你一天都開多久 你們這樣一天計程車 直走 沒有 還沒到 吳先生上車後就報警 也引導駕駛開到派出所前 讓警方接手處理 等一下來一下 證監拿一下 我知道這個車牌是自用車牌 我就故意去問他的 還有一次我在逛寧夏夜市的時候 有客人跟他招車 吳先生說近半年來 在新北三重 北市大同士林和萬華 都看過這台賈小黃出沒 看不慣駕駛違法 如果有別人搭賈小黃 發生事故或遭爐走 後續都可能無法求償 衍生社會問題 經查這個車主 他已經高齡71歲 所以已經沒有辦法再取得 合法的職業登記證 警方在巡邏的時候 我們也會針對這個計程車 來做攔查 回歸車主便跟汽車原有規格 領普通駕照卻營業 兩歲最高可罰5400元 而為依法經營汽車運輸業 儲10萬到2500萬元罰還 還會吊扣或吊銷車牌駕照 警方提醒合法營業車車牌一定是白頂紅字 畢竟現在有多元計程車 光看外觀或車身顏色不準 另外多數違法車主會規避驗車不去驗 或驗車前把車輛復原 但只要民眾發現檢舉 都會依規定告發 TVBS新聞徐孟姊 洪俊瑋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